最重要我要抓住財政 我要考量高雄市將來 到底還能借多少錢 還有多少錢可以做多少事 我覺得這才是要害 一個高雄市整個建設發展是經緯萬端 它有那麼多的問題 我不可能涵蓋到每一個 但是我要強調 最重要我要抓住財政 我要考量高雄市將來 到底還能借多少錢 還有多少錢可以做多少事 我覺得這才是要害 所以我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叫我簽什麼字啊 表什麼派啊 表態怎麼樣等等 要花大錢呢 我基本上都是不太贊成的 為什麼 因為未來的高雄市 新的市長上來他會發現 噢我不可以自己打分數 你笑死了 我怎麼可以打自己打分數 我不可以這樣做 反正高雄市民會判定 好不好 我覺得是不是夢話 是不是大話 下一場電視變動很快就會來了 時間比較寬裕 我們有什麼想法 可以在那個寬裕時間做解釋 今天時間限制很短 你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講 所以我覺得 今天就是自己講自己的想法 我沒有解釋他對我的質疑 沒有 而且陳靜曼委員表現也相當不錯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些家 民主政治 今年2018年高雄市長的選舉 顯然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進步 而且主要的候選人準備的都很實在 我覺得這是很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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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